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不少网站 今天做一次大盘点 在诸多的网站中选择十个我最爱的 也是使用最频繁的 第一个是收藏家 一个文史类的百宝箱 极其强大的内容导航网站 一项不稳的The Library网站 在这里面总能找到准确的路径 除此之外 民国中文报纸及世人资料馆 博物馆导航 古登堡PDF电子书 杂志漫画古籍 有声书书单 内容封号无烟海 它的某个网站 可能里面还藏着其他内容 比如这个古籍网站底下 就有其他重量级网站 像套娃一样环环强宝 而且内容不是一成不变 经常一两个月 就会有新的内容更新 一个专业的阅读聚宝盆 第二个是学霸导航 学霸导航学霸必备 学生党在日常学习中会用到的网站 涵盖了综合学习平台 外语学习 设计剪辑 电脑办公 百科知识 演讲 座谈 人文历史类 无所不包 不论是专业知识学习还是技能学习 你都能找到好的老师 还可以添加你自己私藏的网站 相当于网页收藏夹 第三个 田间小站 英语学习网站 有好书推荐 美国文化 英语文摘 翻译与写作等各种学习资源 好书推荐 有清晰的推荐理由 以及下载渠道 虽然更新慢 但是英语书籍的阅读本身就比较慢 看的速度也不一定能改善它更新的速度 第四个是夜曲编程 这是今年开辟的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学习 学习编程的契机 其实也是在跟小博站上面做视频有关系 想去了解更多的网站资源 顺便搞IT的朋友看起来也很酷 所以想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作为小白自然选择了 是小白入门的课程 从最基础的printer概念开始学习 这个课程是我暂时个人坚持最久的 花了一个月 至今30个课程学习网页 第一个是图文并茂 有一些传神的比喻 追加比喻为食堂打饭 自动排队 课桌的末尾添加 第二个是概念学习 加选择问答 加编程实敲 一整套递进式的操作学习了解 一节课时间不长 学下来不到半个小时左右 保证能够新鲜感 不限设备 电脑iPad 手机都可以同步 随时随地的开启学习 学习的感受是开始很简单 但越学越复杂 要学好 到足且长 后续继续加油 学习切齿应用到 提高真正的效率之上 第五个是PickFree 汇总了诸多的免费资源 导好网站 有免版权 免扣素材 在线生成宣库背景 平铺文理的素材 免版权的音效 音乐视频 插画 在线工具等等 所有的网站打开率 在60%左右 一些国外的网站 还是有必 很难打开 堪称效率神器 做自媒体 必备 灵感枯竭 无聊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里面转一转 找一些好看的照片 发掘一些好玩的视频 音效等等 上面五个 算是比较正儿八经的 学习网站 下面就是关于 我自己一些奇奇怪怪的 爱好了 第六个是知妖 这是一款专门汇集 中国古代妖怪知识的网站 古文献中的妖怪 也许都能在这里面找到 甚至还包括了 一些神奇的植物 有妖博 包含了百妖砸坦 有搜妖 看大家都喜欢什么妖怪 罗浮蝴蝶 红线道河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七个是海边车站 介绍了日本所有 可以看海的游轨车站 如果有朝一日 想去日本旅游 就可以挨个打卡 这里的车站 一定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八个 中国颜色 最美中国色 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 不管是笔记配色 还是设计配色 都能够在这里面找到灵感 而且领略中华 传统文化之美 第九个窗外夜雨 打开一上窗 窗外就是城市的雨夜 窗户上面雨滴 一滴滴的滑落 左侧可以调整雨滴的 数量大小 风声雷声 一个人发呆的时候 再开个清音乐 就非常的惬意了 第十个是西窗竹 诗词网站 按照作者用点选集 主题词牌 地名名山 城市 时间写景 节日节气 等等各种分类 例如桂花 就会有65首 桂花相关的诗词 看琵琶 就有26首 对应的琵琶称赞 24节气 也能有相应的诗句 以上十个呢 就是我个人用起来觉得比较喜欢的十个网站使用频率最高的 好了 我们下次见